什么 你给我安排的经纪人 是蒲克莲 大小姐放心 这是我的经纪人 资格证书 你打算让蒲克莲 整天跟着我 这是你外公的意思 岳特助对你比较了解 也有分寸 由他做你的经纪人 帮你接工作 我们都会比较放心 另外 公司还会专门为你配备 服装师 造型师 生活助理 跟拍师 打出 如果把娱乐圈 比做成一个游戏的话 你是准备给我一个 四十级小号 换上九十级大号的 顶级装备 当然 你相当于消费排在全服前五 的人民币玩家 顶级装备是标配 老板 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无以为报 送上香吻一枚 这位是 是邻居 我们邻里关系相处好 我的助理住在他家 他是过来帮我的助理 送喝饭的 可是他是 按密码进来的吧 我不在下的时候 邻居大哥偶尔过来帮我 照顾一下家里的乌龟 嗯 这是你的新老板 是 不是 新男友 邻居大哥是不是问得有点太多了 邻居就是邻居 要好好待在邻居的位置上 看清自己的身份 这种口气听在别人耳朵里 会以为你在吃醋啊 作为邻居 我只是纯好奇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田小姐 有了合适的对象 我 当然是为田小姐高兴 高兴就笑两下嘛 看你这臭灵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刚用鸟 愤咐了面目 祝你们爱情甜蜜 我仿佛看到了 儿死园中 传说中的杀气 等等 林郡先生 让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田净植的现任老板兼 小舅 邱月白 我叫月清 是田小姐外公的特助 现在兼职 田小姐的经纪人 小舅 毕姓邱 二位幸会 我是田小姐的邻居 我是田小姐的邻居 我们邻里关系处得比较好 我会带她照顾花园和 乌龟 我只是 来送早饭呢 那 你们俩 我回去了 你该知道吗 你只是高兴 我走 你不要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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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就是 晕生哥 你昨晨ilen怎么又跟大晓哥 在客廷里打架了 害我收拾一早上 谁让他往我的果汁里面 倒辣椒惊的 还是不是因为 你说自己喜欢田小姐的辣 这是事实吗 事实是 你打不过大小哥 你懂什么 约假是尊严问题 输赢不重要 薛林乔 真的挺有难度的 下次咱还来 我让助理找了半个月 才发现这么个好地方 下次我们可以 多叫带人过来 好 够够够 那边还有个山洞 有新发现啊 要不咱们去看看 够 来 你闻到什么 奇怪的味道没有 好像有点 就是 添加剂太多 容易造成肠道功能稳了 你是来陪我买东西的 还是来给我上养生课的 我觉得如果你 开朋友圈的话 风格 估计和老天差不多 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 身体还好吗 现在是不错 以后嘛 估计要看他们什么时候 知道你住在我家对面了 我会小心的 你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小心 就差敲锣打鼓放鞭炮了 你需要吃点儿健康的 现在的人为什么要制造 这么多的旁化食品呢 不要转移话题 吃醋呢 我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语音真比你年轻 嘴巴还又甜 很讨人喜欢 很讨人喜欢 你看你看 又来了 满脸就写着四个字 旧情难忘